4月10号花莲北区早上8点连续有4次巨响 结果民众就说好恐怖喔 难道是开战了吗 你看好多留言真的很大声 最后一次窗户都在震动 然后还有人留言说 这次阴暴距离感觉超近 不是远方传来的 感觉就在屋顶 然后大家就说好恐怖真的好恐怖 好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想到说 是不是跟大陆解放军有关呢 他们的军演是到了我们的家门 到我们的头顶了吗 好那但是呢 我方国防部也回应了 就说空军五联队啊 在早上的确有战机正常演训 民众听到的不明爆炸巨响呢 那是战机音爆 战机音爆 但是战机音爆 如果是音爆的话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超音速的战机造成的 那超音速吗 好结果空军司令部的回答呢 让大家就下巴快掉下来 因为他说今天没有实施 超音速试飞 还有低空飞行科目 雨萱 所以你刚刚听到了 国防部讲一套 但空军司令部事后回应的 怎么又是好像听起来另外一套呢 对所以现在花莲人 大家都在网络上问嘛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 集体曼德拉效应 大家都唤听了 因为奇怪 一般正常来讲 所有的理由都已经找遍了 怎么还是找不到 第一个 你说空军音爆这件事情 事实上花莲人已经洗为常了 包括我现在举个例子 在去年这个 也就是2022年9月的时候 事实上也曾经发生过是非巨大巨小 他只要这个起飞 或者说他飞机的距离 距离整个市区太近的时候 就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到后来 他们为了避免这种造成民怨 因为很常有花莲民众会去投诉 因为整个玻璃都在证 所以很常会投诉 所以到后来 基本上来讲 都已经离沿海比较远了 所以今天又发生 刚好遇到中共三天还台军演 这件事情 大家当然会觉得格外敏感 不过诡异的是 空军特别出来澄清并且否认 那除了空军否认之外 原先大家还怀疑一个对象 说是不是海巡署 我看到你有发布在网络上 所谓实弹射击的警告 要求沿海地区的渔船 要离开远一点 不要在相关的航区里面 结果海巡署也出来否认 说因为大陆军演 那为了避免相关冲突 所以我们已经取消了 最好笑 最好笑是什么 就连雅尼都出来否认说 我们没有采矿 凶手也不是我们 所以好 现在连雅尼空军海军署 大家通通对于这件事情 都进行否认 但不仅好奇的事情 所以竟然如果不是来自于 我们自己人 难不成是来自对岸吗 是不是对岸相关的空军 对 空军或战机真的军演 然后离我们非常近的时候 甚至在相关的空域突破引爆 所以才会导致什么 导致花莲也发生这样状况 不过大家就反思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共机的话 那距离是非常非常近 那非常非常近 这个问题又会回到空军司令部 因为空军司令部的声称 不只是说我们没有进行 相关的这个低空飞行 对 测试跟低空飞行科目 他甚至还讲 深想经过调查 应该不是来自本部 所以他这句话 已经完全否认了嘛 说就算不是这个 相关测试科目 也不可能是来自我们 空军司令部 这边相关的什么样 就算是这个升空防止共机老台 也没有可能 因为凶手就不是我们 那唯一剩下就一个啦 那是不是共机 那如果是共机的话 那我就试问 那你国防部相关的 因应或作为 怎么会连让敌机 来到这么近的范围 都没有相关的反制 或者是提出相关的预警 那这个状况会不会变成什么 就像当初飞观越过 我们头顶一样 就我们完全没有预警 完全不知道 然后一问三不知 事后才还冰过日本揭露 才会承认 所以这变成是一个大问题 整个罗生门 是啊 所以我今天在跟同事 在开会说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难不成就是 我们可能要等 日本告诉我们答案了吗 还是说 我们要等大陆解放军公告 说明他们的媒体 揭露的消息 我们才能够知道答案呢 因为其实本来稍早的时候 连我们的这边的媒体 都有说引用了 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 这是跟我们军方针对F16的 例行测试有关 那可是现在空军司令部 又这样讲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个才比较恐怖吗 那个比真正听到巨响 还要来得更恐怖 因为恐怖是来自于未知啊 不是吗 好 现在呢 再来 大陆海事局公告 4月10号要在平潭外海 实弹射击 而位在马祖举光 南方限制水域外 大约13海里 结果我们的海委会 是提醒船只注意 赶快远离那个射击区 我们的海巡署 也是告诉我们 因应环台军演 实弹射击全都取消 所以大家都赶快避开了吗 都叫我们要赶快 躲得远远的了吗 因为现在人家在射击 你不赶快躲远一点 是你倒霉啊 是这个意思吗 委员 我通常包括我们国军 大陆解放军 事实上在做实弹免息的时候 都会公告演习区的范围 那这一次解放军在平岛 做实弹射击 也特别的离开这个 马祖有13海里以外 所以这也表示 某种程度的克制 或者某种程度的一个 相互之间的一个尊重 所以当然呢 因为他一公告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单位 提醒大家 特别是渔船 或者是运送到马祖的货轮 这地方当然要保持注意到 因为他会公布一定的范围 里面的射击区域 不过这一次的解放军 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克制很多了 因为他竟没有干扰到 这个所有的航班 像上次围岛演习 是干扰到航班 来做调整 还有干扰到很多船起 要做调整 这也是完全没有 还是让大家马照跑 舞照跳 演习照常演习 所以即使有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纷纷扰扰 表示解放军现在 代表着他们的立场 还是希望能够和平交流 那只是不断的演习 反正这演习科目 对他们来讲是很平常的 他们不在西太平洋 不在台湾坐边演习 难道跑到日本坐边去演习吗 不符合他们的这种政治立场 所以我们知道 双方面政治立场 大概是什么情形 大家就是 我赞同我们的国军 刻意克制 相互克制 然后那个我们的海巡署 也取消了实弹演习 以免双方面实弹演习 区域太过靠近的时候 造成不必要的意外事件 这样也不好 是好 但现在来看看 在4月9号 因为这次是三天 我们刚刚谈到 4月10号的动态 那许婷我们来看一看 4月9号 以及第一天的4月8号 你看其实两边的军舰 真的是靠得非常的近 4月9号的时候 大陆徐州舰 跟台湾这边宜阳舰 距离才五海里 你看大陆的央视的记者 还特别呢 还在这边随舰采访 做连线 那么呢 这是4月9号 但是4月8号呢 我方海委会公布了画面 是大陆的太原舰 逼近了访疗大约外海 24海里的地方 那么海军敌化舰则是予以逼退 好 其实呢 也是会感觉到 就是说哇 现在好像是真的越来越靠近的 那样的一个感觉 那但是现在呢 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日后变成一种常态 这也让大家格外的关注 比起上一次 就去年八月的那一次 真正比较大规模的围岛的演习 这一次确实解放军是相对收敛 那我是觉得跟马总统的出访 应该也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你总要释出一部分的善意 但不表示说 当这个大陆方面认定 就是说比如我们跟麦卡锡会面的时候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彩虹线的行为 那表示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再发生 那这件事情就是 马上我们要选举了嘛 对不对 就是未来的总统的功课 你要怎么样在中美两大强权之中 求取平衡 让台海可以和平稳定的发展 这是真的是总统候选非常重要的功课 也要跟大家如实来报告 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他们演习 该靠近的时候 我们要预以逼退 这是中华民国国军 责物旁贷的工作 这当然没有问题 我们也都会支持 但今天早上的阴暴事件 可能会让人家有点紧张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做了政治动作 对岸不高兴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军演 其实某一些层面 大家是可以接受 也习以为常的事情 可是国防部如果没有办法 第一时间的把明确的消息 跟大家报告的时候 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就是你不了解国防部的动态 然后大家有多头马车的嫌疑的时候 也许是为了保密 但是大家都理解 现在对岸在军演的时候 保密真的是正确的做法 难道不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国军在做正常的演讯的阴影的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 反而应该用透明开放的态度 像我就对于赛英文总统很不满意 你在那边摆拍 然后拍照片说 说我在掌握情报 你不如就像你过去做厂听谈话 你就出来跟所有的媒体 跟全民报告现在的状况 这样才能够安定民心 不要都躲在网路世界的后面 然后用一些宣传图卡 就想要度过这样子的危机 我觉得这样是不负责任 也没有办法让大家信赖 是啊 而且如果说今天这个 刚刚许婷在答这个题的时候 你讲这个是在花莲 但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是在桃园 桃园的上空有民众听到这些 然后听到不明的巨响 那个是会害怕的 真的会害怕 桃园居士基地很多 你的服务热线应该打爆了 一定会的 一定的 大家都吓坏了不是吗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